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凉探店 良心推荐 肉已经等不及了 好多小伙伴问我 就是马上欧洲杯了 哪儿看球去 今儿我们就要找一家 这是我们以前 老在这一片活动的地方 以前叫旺京商业中心 现在叫万科时代中心 葡萄麻麻烤肉 鲜足烤肉 在万科时代中心一层 有一小院 看球来这儿没问题 吃肉来这儿就更没问题了 这个地儿就是牡丹江鲜足烤肉 我们点了一个358的套餐 怎么样不知道 反正先尝尝吧 这个真的好吃 对 它这个香菜放的太精髓了 我为什么把它加出来 烤的这种焦焦的 其实更香 这边这个叫奇奇哈尔干料 这边这个叫牡丹江蘸料 然后这个是老板给调的 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香 然后味道很浓 它也没有那么辣 这个358的套餐 五盘肉 两盘海鲜 这个先烤着 然后咱们来说说刚才那个底下麻辣烫 对吧 这东西在北京太少了现在 然后一进他们家门 就是先有一个以前北京卖麻辣烫那种大车似的 然后赶紧拿了几个尝一尝 腐竹筋 一口就回到以前上班的时候 晚饭都没地吃 就靠它 看看我们的老朋友 我们在旺京吃饭的话 基本上就会叫上安达桑一起 主要目的就是向他宣传 伟大的中国饮食文化 这个麻辣牛肉烤着好香 我觉得它蘸这个酱真的好吃 牛五花薄片 老板说了 这里都有20多味中小药 那就一边吃肉一边进补呗 那就必须得烤腰子一会儿 这牛五花实现就非常嫩 而且它里头有这种香菜的清香味 加上一点它本身调制的味道 然后加上它这个酱 真的好吃 这家葡萄妈妈 算是这个牡丹姜特色烤串 所以它跟传统的东北烤肉还不太一样 它基本上肉啊 基本上都是腌制过的 它腌制的并没有味道那么浓 牛上高 这个好好吃 超级嫩 你说调味有怎么样 不知道 但是它的口感 就是这个软嫩的口感 绝了 就是另外一种非常推荐的 大白梨果味型炭酸饮料 这就是我们在东北喝的最多的 真的梨汁味 而且无糖 牛五花配酸菜 就这个酸菜的香味 配成这个牛五花反出来的油脂 这就是幸福的感觉 牛肉筋 这就是三五八套餐里的最后一样肉 你就看着它你就觉得它的口感一定好 而且这量好大呀 就这种牛肉筋 在烤到七八分熟的时候 需要刷上他们家这特制的肉筋酱 我觉得我有点忍不了 我先尝一会儿 这酸还没有烤熟 但是这个肉香味真的无法形容的好吃 它本身油脂含量就很丰富 然后还是带筋的这种有韧性的嚼劲 而且充满了奶香味 不用蘸料 直接就刷了点它的酱一吃起来了 特别烫 我说你看它出了多少油脂 整个这一片全都湿了 这时候我们自己点的了护心肉 三五八的我们已经吃完了 然后剩位就开始自由发挥了 我们主要是为了给你们排排雷 看看到底哪些特别好 这个也是老板娘推荐的 反正如果你们来不知道吃啥 你们就看哪些是老板娘推荐的 他们老板娘还真的挺好看的 就来了你跟老板说 老板娘好好看 看看老板会不会给你点优惠啥的 护心肉尝一尝吧 我觉得算是好了 刚才那个肉筋是香 这个就是又香又嫩 这也好吃 护心肉也好吃 我觉得他们家这个还真是 在北京烤肉很多 韩式中式日式什么样都有 但是你说这种牡丹江式奇奇哈尔 或者奇奇哈尔的BBQ 还是少一些 牛胸口啊 这个牛胸口也好了 但是得给你们讲讲正经的吃法了 对吧 首先你需要加好几片肉 然后放到生菜里头 然后再放上烤肉节的灵魂 然后再放上烤肉节的生命 然后抹上酱 然后抹上酱 抽出底下这片 这个香味就更浓更纯香 而且配上蒜 配上青椒以后 它整个的香味就变得更加的突出 这个真的就是原油腰子 你看 烤豆泡 你看这里头啊 臭豆腐 油辣椒碎 花生碎 要把它拌开 然后蘸这个豆泡吃 要把这个豆泡烤好以后 蘸上它这个秘制臭豆腐卤 闻着这个香味 怎么想着啊 这个啊 是这个店独有的人参酒 然后一进店门的时候 有一大酒桶 你就看里头放着三根萝卜 那么大就不是人参 它就是三根大萝卜 放了三根萝卜腌的路容 就知道有多补了 它这个店就很有心机 有一个湿参酒 还有一个大补酒 然后还有一个这么奇怪的酒杯 我就不知道这老板想的是啥 我们以前吃完了啊 然后一共多少钱不知道 但是后边也不跟你们说了 主要就是推荐那个套餐 358私人套餐 5个肉 2个虾 还有烂七八糟一大堆 反正我们最后没吃完 然后这套餐里有5个肉啊 值得吃的就是牛筋 一定要吃 别的我就不说了 就是大部分都很好 然后最后说一点 老板是个有故事的人 他就想做一个在北京 这些黑龙江人的家 我觉得如果你是黑龙江人 或者你是东北人 你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本地朋友 来这家店准没错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太阳弹店 看完关个注 美食不迷路 拜拜